《滅王幾下》第23章 君王於是派人召集猶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長老來到他跟前 君王同所有的猶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眾師際眾先知全體人民不分貴賤大小想要上主聖殿將在上主殿內尋獲的約書上的一切話獨給他們聽 君王站在高台上在上主面前立約要全心全意跟隨上主遵守他的界命典章和法律履行者卷書上所記載的盟約的話全體人民也一致受了者盟約 君王於是吩咐大師祭希爾克雅和父大師祭以及守門的將那些為巴爾為阿謝拉和為天上萬象所製造的祭器都從上主殿內搬出在耶路撒冷外黑得隆谷的田野中焚燒鳥把灰准帶到貝特爾去 君王廢除鳥以前由大王派定在由大角城和耶路撒冷周圍高丘上墳鄉的僧侶以及向巴爾太陽月亮和黃到大並天上萬象墳鄉的人 由將木偶從上主殿的殿內搬到耶路撒冷城外黑得隆谷 在黑得隆谷焚燒鳥磨碎成灰 將灰殺在平民的墳墓上 賊鬼鳥上主殿內廟窗的房舍 婦女門為木偶編織衣服的地方 由從由大角城將所有的施祭召來 破壞鳥施祭門墳鄉的高丘 從隔巴直到貝爾舍巴 賊鬼鳥城門左邊 使掌約宿雅門前的陽神祭壇 無論如何 高丘的施祭 不能上耶路撒冷上主的祭壇 只能在自己的兄弟中間分食無敲餅 日史雅又破壞鳥本稀農山谷中的托菲特 免得再有人伙祭子女 獻給摩勒赫 又將以前由大王在上主聖殿門前 靠近太監乃堂墨勒赫住宅的廊房裡 獻於太陽的進馬隨去 也用火燒掉鳥鳳獻給太陽的車輛 以前由大王在阿哈次的樓房頂上所建築的祭壇 和墨納社在上主聖殿兩庭院內建築的祭壇 君王也都拆掉島位 把碎塊島在黑德龍谷裡 從前以色列王撒羅門 在耶路撒冷東 橄欖山南 為七東人的可惡之密 亞史托勒特 為摩亞布人的可惡之密 格摩士 為阿孟子民的可惡之密 米爾宮所建立的高丘 君王一概破壞鳥 由打碎鳥石柱 撼斷鳥木偶 用人骨填滿鳥那些地方 此外 哪使以色列陷於罪惡的乃巴特的兒子雅洛貝罕 在貝特爾所立的祭壇和高丘 若使雅也將這祭壇和高丘拆毀 將丘坛的石塊打碎成灰 燒鳥木偶 若使雅轉身 看見山上有墳墓 就派人掘出墳裏的骨骸 放在祭壇上墳燒 烏肉了這祭壇 應驗了天主的人 當雅洛貝罕 在慶節日暫在這祭壇上時 所說的上主的話 若使雅再轉身遙望 看見了曾預言這些是的天主的人的墳墓 就問說 我看見的是誰的墓碑 成中的人回答說 是天主的人的墳墓 他從有帶來 預言了你剛才對貝特爾祭壇所行的事 君王誰說 讓他安息罷 誰也不要移動他的骨骸 因此人沒有移動他的骨骸 也沒有移動哪位薩瑪麗雅的先知的骨骸 從前以色列王在薩瑪麗雅各城內所建築 以激怒上主的高憂妙語 若使雅也一律隨去 對這些妙語所行的 完全像在貝特爾所行的一樣 凡在那裡所有的高憂師祭 它都在祭壇上殺鳥 並在祭壇上焚燒鳥人骨 然後回鳥爺路殺冷 君王吩咐全體人民說 你們要按照這約書所記載的 向上主你們的天主舉行如月節 實在 自從文長統治以色列時日以來 和在以色列各軍王及猶大王當政期間 從來沒有舉行過像這樣的一個如月節 只有在約史雅王十八年 在耶路撒冷向上主舉行了這樣的如月節 此外 凡在由大地和耶路撒冷所見到的那些招魂的 行邪術的 剔那分和偶像 以及可爭護之物 若使雅一概掃除 履行了詩祭希爾克雅在上主殿內 所發見的書上所記載的法律 在他以前沒有一個君王 像他這樣依照梅室的一切法律 全心全意全力歸向上主 在他以後也沒有興起一個像他一樣的 雖然如此 雖然如此 上主仍未平息向由大所發的聖怒烈火 因為麥納社種種行事 太激怒了上主 因此上主說 我仍要由我面前隨去由大 如同我隨去鳥以色列一樣 我要拋棄我所選擇的者在耶路撒冷城 和我所說我明必留其間的殿 若使雅其餘其餘的事跡 他的一切作為 都記載在猶大列王實錄上 若使雅年間 埃及王法郎乃科上到有法拉的河 雅術王那裡 若使雅出兵與他對抗 初次會戰 就在麥基多陣亡 他的神博將他的屍體 用車從麥基多運到耶路撒冷 藏在他自己的墳墓裡 當地的人民推舉若使雅的兒子若阿哈茨 給他富有 繼承父位為王 若阿哈茨登極時年二十三歲 在耶路撒冷為王三個月 他的母親名叫哈姆塔爾 是你貝納人耶立米雅的女兒 他行了尚主視為惡的事 完全像他祖先所行的一樣 法郎乃科將他幽禁在哈馬特地的黎貝拉 不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 並要哪地方繳納一百塔冷通銀紙和十塔冷通金紙作賠款 以後 法郎乃科立鳥若使雅的兒子 握李雅金繼他父親約使雅為王 給他改名叫約雅金 後將若阿哈茨帶到埃及去鳥 若阿哈茨就死在那裡 約雅金將金銀附給法郎 但為交付法郎要求的款項 只得向國家徵稅 要本國人民每人依照自己的家產 繳納金銀送給法郎乃科 約雅金登極時年二十五歲 在耶路撒冷為王十一年 他的母親名叫執布達 是魯馬人陪達雅的女兒 他行了上主事為惡的事 全像他祖先所行的一樣 雅金沙茨